誰會喜歡聽一些聖誕節奏 紅遍全球的街貓Bob選在今年的耶誕節 再度要上大螢幕準備和觀眾朋友們 在電影院裡相遇 讓我離開 他在貓的最好的鴨鴨 在英國街頭邁逸的詹姆市 救起流浪貓Bob 好不容易成為一家人 卻遭到動保協會阻礙 差點面臨被拆散的危機 改編自《遇見街貓Bob同名小說》 真正故事在2016年排成電影上映之後 引起廣大迴響 今年推出《再見街貓Bob》續集 則是聚焦在如何和朋友家人 交流出耶誕節真正的精神及含義 詹姆士和街貓Bob之間 像家人一樣互相陪伴 翻轉彼此的生命 一起度過最艱難的時光 動人的友誼感動無數人的心 街貓Bob這次在片中 不論是擊掌或鋪倒耶誕樹的場面 模樣蒙翻天 讓不少影迷們拭目以待 人間衛視綜合報導